大陆一向来都会有劣质艺人出现 尤其是在近些年开始 这类艺人数量逐步开始增加 而且速度也开始快的飞起 所以官方就用各类的方式来限制这类人群重现大荧幕 话是这么说 但是在封禁了正式艺人 凡是艺人有或者最近的邓先生 其下场是怎样都让群众不清楚 随着最近劣质艺人的生活 被同样处于劣质艺人的蒋敬夫给爆出了 这才让观众们知道 原来全网封杀的下场是如此凄惨的 所以奉劝各位内娱的明星们 可千万别上事端了 要不然可要吃不完兜着走 在蒋敬夫曝光的画面里 他透露自己正在送外卖 虽然说很多的人肯定不相信 因为他们都想着明星的收入那么高 就算是代言一次 都获得了普通民众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 但现实就想告诉你们 蒋敬夫的的确确透露自己送外卖了 有的时候还从午夜到第二天早上 为的就是取得一份工作 一个曾经的艺人变成了外卖小哥 差距很尴尬 而且他还有自爆也有减脂皮箱 来置换金钱 下场简直让人惨不忍睹 蒋敬夫这个人当时被封杀前 名气可不小 甚至还有胡歌接班人的称号 但是就因为年轻气盛一步步害了自己 从素人到明星 再从明星反不归真 跌荡起伏的人生经历 蒋敬夫只用了十年 蒋敬夫先后主演了电影分手合约 一夜惊喜 枝子花开 合作对象包括白百合等演技派 轩人剑之天之痕更是他的翻身之作 其中唐烟 胡歌 鼓励那扎等人都是他的合作对象 可红的日子也没多久 就被爆出了他有家暴的倾向 这一点就足以让他在那一圈里身败名裂了 可没想到在殴打第一位女友后 将会就此沉稳起来 毕竟人家女友也算是报了警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蒋敬夫之后就再度爆出了殴打第二任的女友 这一点肯定就引起民怨 在这之后 蒋敬夫在娱乐圈中的民生彻底废了 直接被相关部门封杀 再也不能在娱乐圈现身 蒋敬夫也因为两度家暴女友 被吃瓜网友调侃为权王 现如今的蒋敬夫在开启直播后 公然对着直播间的观众诉苦 从现在外卖员的工作又为钱又少 感觉自己都快坚持不下去了 只是有点让小鹿想不明白 官方不是加强了 清朗行动吗 劣质艺人不是就连直播也不能上吗 怎么蒋敬夫还有露脸的机会呢 欢迎懂法的小伙伴们来交流交流 身为演艺人员 特别是那些知名度较高的艺人 更需严格自律 当好表率 一旦玩火 就会带来恶劣影响 付出沉重代价 装了演艺这碗饭 就要守住行业规范 在德意上均有追求 演艺道路才能越走越宽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